接下来金兔年最后一交 我最喜欢的单元 前线独家教学 林忠祥告诉您 股价要涨 股期会先说什么样的话 对 那我们先要搞清楚 大家其实买现股 或是你用融资 或是用股票期货 其实他用的资金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来想象一下 什么时候我们会用到股票期货 就是钱不够用 或是觉得赚太少的时候 那什么时候你会觉得 我应该用股息 就是我有把握的时候 例如说我们看下一张字卡 那这个是3036文业 那文业的现货它有标的 它就是文业的期货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从去年的1月份 一直到这个 就一整年的股票期货的交易量 我们从9月份这边切一段时间 就是去年的1月到9月 你会看股息的量 超小 就完全看不到 你可能要用放大镜去看 就你看没有量 那没有量的股价 就是涨这样 对 就是好像涨也涨不多 跌跌不下去 基本面好像也不错 那直到它到这个地方 在9月中旬 它出现了三根的这个涨停板 那什么事情 它就是收购了一个加拿大的IC通路商 叫做Future 让它的整个获利 开启了它的Future 对 开启了它的未来 那我们把这个 这个字机先清掉一下 我们来看 股息从9月中开始就爆量 最多还曾经来到这个地方 对过来看大概是6000口左右 那你可以去台湾取交所看一下 如果当天的量在这个一两千口以上 都算是有量的 那我们前面有讲过 一口期货是代表两张股票 所以代表这些人 他觉得用融资做赚太少 因为融资我们知道是四成的资金 你用40%的资金去玩100%的东西 所以杠杆是2.5倍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 股票期货 如果你用13.5%的保证金来算的话 你大家可以做到7、8倍左右的杠杆 就是1块钱 你可能可以做到8块钱的商品 那这个在去 之前那个像航海王的时代 很多人用这个去买2603 就是长龙的股票期货 其实赚了很多钱 所以我们来看 这股期量是不是增加了 那你就会看到 这个文业的价格它就上来了 那当你看到这个量 其实掉下来之后 它这个量就掉 这个价就掉下来 那第二段你看11月份是不是就开始 这个价格是不是就出现 量又跑出来了 价格就跑出来了 包括像最近 它这边是不是横盘了一段时间 你来看股期有没有亮 没有 是不是没有亮 所以下次记得 一定要看股票期货 就是标股的话 你都要去看 除非它没有标的 你可能就看不到 你看它最近的量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这边突然爆量 你去看股价 这边一定有细 就是可能会有阻力 或是知道什么消息 他开始要拉股票了 所以你看一个标题会不会涨 你看股票期货 他就会告诉你 可能它上面的空间会很大 所以它是它的先行指标 还是股价开始上涨的时候 你可以搭配它 作为一个前瞻的指标 它这个其实有点像 那个基生蛋诞生季的概念 就是互为因果 那前提就是量只要增加 那价格应该就要增加 那你只要看量掉下来 它的价格可能就要先休息 OK好 所以量增必有细 那如果同样的原理 量缩上涨什么细 量缩必有货 我们来举个例子 像这是宏达电的期货 我们把它时间拉短 叫做拉长一点 周K 宏达电以前大家都说 它是元宇宙概念股 那股价曾经一度从30块 直接涨到97.4 那这是在2022年以前的事情 那我们看下方是股期的成交量 那一样上方是不是周线 对不对 周线这一段涨得最快的这一段 你看它的量是不是曾经 爆到这个地方 那周的量曾经来到15万口以上 那后来呢 因为它没有基本面 你去看它的EPS都是负的 所以它这个股期量掉下来之后 它这个价格其实也跟着往下掉 那这边又曾经拉一段之后 那你只要看到量只要缩下来 那这个价就会掉下来 那一直到像现在2024年以后 那宏达电的股期应该没有什么人在做 所以价格它就是稳定的在这个地方 不太会有这个向上的空间 OK 所以量增必有矽 对 量缩就可能有货了 对可能就有货 那如果股期的量增加 要搭配哪一些的讯号 要告诉我们多方要发动 对那我们刚才讲量增 其实很模糊 到底什么叫做量增 所以我们就简单的筛选一下 我们用平台筛选 就是我们把当天的量 你只要超过500口 这是第一个条件 那第二个条件是 我们的股价 它要占上10天的均线 而且这条均线要正在上扬 如果你是占上一条 正在下降的10天均线 这样就不算 所以这第二个条件 那第三个就是KD指标偏多 这个很简单 就是你去看那个KD两条线 你只要看到那个K线 大于低线 那它就是KD指标偏多 所以如果三个都符合的话 我们就会把它捞出来 OK好 这三个目前捞出来 哪一些符合股期多方的标的 对那其实只有六档 这个股期的标的 大概两三百档 那我们的礼拜天晚上捞的 今天是礼拜一 礼拜天晚上捞 只有这六档 对那这六档的话 今天我们来看 好像也表现都还是上涨的G多 那第一个是2301的光宝科 它收盘价今天是113 那我们来看一下基本面 其实有股期的话 大概都是算比较中大型的股票 那表现也还OK 近四GPS是6.54 那跟AI有一些相关 殖利率是6.07 那股期我们来看一下五天的均量 如果他那个股期的量 突然掉到五天均量之下的话 那可能就要特别留意一下 原本的多方走势可能就会暂停 所以他这边是984口 那就去看今天到底是多少口 那他的K值37 D值33 所以K大于D 那10天均线的位置 是我们很关切的重点 就是他有没有站上他 而且均线要往上 对他是111.05 所以他这几个条件全部都符合 所以光宝科他就还是多方 那年后的话应该还是偏多来看 那我们来直接看这个光宝科 现股的K好了 就这几个条件是不是都符合 那第一个我们看KD KD是不是黄色的K 蓝色的D 所以KD黄金交叉 那你上方看10天均线是 绿色这一条 绿色这一条 站上10日均线 对所以是礼拜五收盘他站上了 他10日均线有一些些往下弯 因为我们礼拜五拉的时候 他是往上走的 那今天的话 因为之前的综合条件 他都成型了 那目前有一个不成立的话 也没有关系 你就盯着他 对你就结合他那个 我们刚才讲卡维尔 如果掉到40以下的话 你就把它移除 所以目前看来他是一个 偏多的格局 光宝科 那再来其他的像这个 金像电 刚才其他老师有讲过 就是殖利率6.91 那近世纪EPS6.91 殖利率是3.41 那古旗的五天均线是1409口 那这个也还算多 KD都很高 K是81 D是79 但是这样K大一滴 还是符合我们的条件 这样就符合 就被我们捞出来 所以看金像电 今天的表现 还是涨蛮多了 对 今天还是 这个大盘涨没多少 但这六档 其实都还是向上走的 那10天均线在这个地方 往上 正在上扬 那KD也是偏多 那你去看股旗 他又有量 那大概就符合我们的这个多方条件 那第三档是这个台光电 2383台光电 EPS14.56 那殖利率是1.9 那股旗的量是1690口 这K跟D也是很高 那时间区间是442 你看今天他其实 离他那个有点远 因为他今天涨很多 强势股大部分 KD都会很高 今天又创高 那其他条件其实都符合了 那包括像其他的像伟创啦 双红 这刚才其他有提过的 还有稳帽 稳帽比较特别的是 最近四季它是亏损的 但是它的 我们刚才的说这个条件 它都符合 就包括它的五天均量 是563口 然后K78 D是76 那可以观察一下 10天均线的位置 是 它目前都在上面 了解 那捞出来之后怎么做呢 你就可以去跳上 我们上一段不是有讲卡维尔嘛 RSI 你就两个把它综合一下 假设我捞出来六档 那第一档光宝嘛 我就把光宝科的期货小值线 我先捞出来看 对不对 捞出来之后 两条线跑出来 60跟40 那礼拜五 礼拜五收盘之后 它其实就站上去 超过60了 对 所以它是多头第一天 追 对 多头第一天就可以追 今天就应该要追了 今天开盘你就可以追 对 所以它这是光宝科的状况 那其他第一天符合的 而且也有古期的 大概有这几档 像富邦金 中华电 核库金台化 保存红准 台湾高铁 这都是第一天 翻上60以上 那其实过年后 也都可以多多留意一下 了解了 谢谢林中 请先回座了 所以股价要涨 古期会先说话了 上一章 我们看到刚好搭配了 最近都是热门股 这些个股 还有没有机会 网上目前从期货的先行指标开始 是有期待性的 最后一章 那哪一些符合现在 期货已经先告诉你了 这些都是翻读的第一日 搭配了RSI的技术指标 大家回去琢磨一下 参考看看 听你们做参考 今天压轴好戏 我们交给子东开红盘 哪一些该买 哪一些其实该获利了结入贷 三件事情 帮您判断您手中的持股 安不安全 休息一下 子东加州好戏 稍后上场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您掌握全球最新讯息